卡拉魯然部落族人和種子基地合作 十八號舉辦卡拉魯然為偏鄉教育而唱計畫 卡拉魯然家屋負責人表示 他們利用閒置空間推動物資家屋 提供孩子學習傳統文化 但需要經費來維持 因此特別邀請部落音樂人北上做音樂分享 卡拉魯然家屋鼓搖老師提到 家屋不僅提供孩子學習文化 記憶 更透過鼓搖同時也增加孩子練習足語的機會 種子基地創辦人表示透過雙方合作 有機會讓都市的民眾認識卡拉魯然部落 同時也能支持偏鄉教育 之後也會結合收穫記邀請民眾到部落實際參與 這一次我們想要用音樂會的方式 另外創辦人也表示民眾可以透過 種子基地官網支持卡拉魯然家屋計畫 讓孩子以及部落教師有良好的課後教育環境 替偏鄉教育盡一份心力 原新聞Nabu Deep Blue One 台北市採訪報導 查看 請多保討 記憶